昨晚是时隔15年,在度上夜天文习惯火星大冲,机会难得自然吸引不少市民观赏,一人忠心痛也不例外,今天他在社交网上出这张月光照,但是阿娇似乎为了拍出最美的照片而不小心摔跤,他说,人拍照,我也拍照,为什么我这么笨拙,虽然有点吓人和血肉模糊。 但是不晒出来又感觉对不起自己,仅用生命去拍的月全时景,只怪自己对宇宙的所有事物大感兴趣。 随后,网友见到阿娇膝盖伤成这个样,纷纷表示见到都心痛,小心点啊,快点叫老公赖红国回来安慰,注意安全啊,都已经身为人妻,凡事要留个小心眼等等留言,不过,阿娇这个膝盖伤也算值得。 月全时也不是天天都有的,阿娇也只是想要拍下这个漂亮的月亮跟大家分享而已,只是没想到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谁也不想的,也是谁都不会猜到的,能看到他给大家拍来一个非常棒的月全时真的很用心了,自出应该给他点赞。 但是,网友们真的呼吁阿娇以后真的要注意安全,拍照不要这么拼命,同时,网友们也对他的月全时作品做出了表扬,拍得很漂亮。 是一幅作品,也希望他的腿伤能早点好,快点去处理好伤口,不要让他恶化了。 另外,有网友指标给阿娇,如果下次还想去拍照的话,叫上老公赖红国,也要带好护具,最好把头盔也带上去,这样就不会受伤了。 以及还有同样经历过膝盖瘦,伤的网友分享了康复的方法,这位网友留言写道,膝盖瘦伤好的过程会很慢,如果想要他快点好的方法,就是不要一直走动,需要好好的休息。 甚至还有网友留言说,之前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,想要快点好,不留吧最好把伤口处理好。